我们脑部要保养,头部要保养 第一个从脚变脚这个动作 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耳朵到另外耳朵 耳朵后面有乳脱骨的整个 整个就是说所谓的整骨下眼,整个要按摩 勾起来,轻轻地按摩,每一天按摩 这个是每一个人,现在人也都需要 现在你都需要,每一天按摩放松 尤其脖子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瓶颈,头大 身体大,血液心脏打上来,要流到脑部 再往下流,所以它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最大的瓶颈,所以这边一定要常常按摩 不能让风险,风寒阻塞 也不能让这边的所谓的说说组织 没有去延展,而造成僵硬 那这个,如果这边只要这样懂得保养的话 根本不会有老人痴呆 也不会有八心疾症 这个就是只要懂得预防,要落实预防 那观念很重要 那这样每一天按摩 我们人,精神各方面就很好 那有些人是用那个 像一股市疗法,它是用一个淘枕 是同样的意思吗? 淘枕是,它是 淘枕,一个枕头 那调枕的枕头是这样 因为它是,让它可以放松 让它调整那个枕头 它有支撑力 所以让你不会用力 或是知识不良的时候 那这一种,只是我们要讲的减缓而已 如果你能去把它按摩开了 再用那个调整式的枕头 那效果更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不是我睡什么枕头就好了 或我吃什么保健品就好了 或我做什么运动就好了 或者要把寒排掉就好了 那没有单一的问题 那都是要整体性的 都是要整体性的 好,这样很清楚 好的,谢谢 谢谢